嗨 镜头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亚东医院骨葱及骨肿瘤科的主任吴凯文 我们今天会针对一些骨葱的问题 您就能做一些解答 医师请问骨质疏松症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吗 骨质疏松症它真的是一个沉默的杀手 常常我们在临床上会遇到的困难 就是说其实有些时候在初期是不容易诊断的 不是像什么东西我们看个面相 看个手相我就知道你骨质疏松症 其实不太容易 一开始到了有症状出来的时候 常常都是直接以一个脆弱性骨折来表现 有可能是跌倒 我如果跌倒手撑一下手腕就骨折了 跌坐宽部就骨折 甚至是有一些人更夸张的是咳嗽一下子 脊椎腰椎骨就已经压迫性骨折 这都很常发生 所以就是它前面都很沉默 那一旦你不注意它 那它变成疾病的时候就是会发生骨折 请问医师哪些部位容易发生骨松性的骨折 骨质疏松症事实上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 就是你全部的骨头呢 它其实会一起的发生骨松症 最常发生的一个就是脊椎骨 我们的龙骨 那第二个常发生的就是手腕骨头也很常发生 那第三个就是那个宽部的骨头 这三个部位特别容易在我们跌倒 或者是受到创伤的时候 我们的下意识就是比如说我们跌倒 我们就是下意识想要用手去保护我们的身体 所以那个地方就会特别容易发生骨折 请问医师哪些人可能是骨松高危险族群 骨松症它是跟性别是有关系 这是不太公平的事情 那女生大概大于50岁以上 或者停经以后 荷尔蒙下降失去一个骨头的保护 那就比较容易发生骨松症 那其他容易发生的包括是长期使用药物的 然后有糖尿病 或者是有使用到类固醇的 内分泌的疾病 可能有甲状腺的问题的 肾脏功能有问题 指长期抽烟 长期喝酒的人 这也是一些危险的族群 目前这个部分没有很明显的年轻化的趋势 不过我们现在看到许多的我们年轻人的饮食 是越来越不健康 那甚至是有一些年轻人我们爱美 女生爱美爱漂亮 防晒过头 那造成这个维生素D的吸收不了 都有可能会造成骨质疏松的提早发生 请问医师现行骨松的筛检工具有哪些 我如果怀疑自己有骨松的状况到了医药院所 我们事实上是会用比较正式的仪器 双能量的一个X光吸收仪 那去量你的这个骨密度 那才是真正的黄金的标准 那的确像主持人讲的 现在因为随着这个我们AI 它的学习的速度越来越快 所以我们现在实时上有一些AI的工具 可以来帮我们做筛检 我们很简单的解释就是它是一个电脑的深度学习 很多的X光片给电脑 那同时间把这些有对照的 它的骨密度的值全部都丢给电脑 那电脑就去学说 我看到这张X光片它的骨密度是多少 对了很多很多几万笔之后呢 它就学会了 所以这个筛检的工具就在于说 我们用这个软体 那我们只要拍一张简单的X光 电脑就可以去预测说我们这个人的骨密度是多少 它跟传统最大的不同点是说 我们传统我们需要只得到骨密度的时候 一定要去拍DEXA 那DEXA第一个它可能会有些人担心有辐射 那第二个是最主要是要来到比较大的医疗院所才有这个仪器 那再来就是民众有些时候忙不想要排队 那甚至是说你今天是一个无心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来医院做个见检 或者说我因为别的原因去拍了一张X光 就被我们发现 你这个人其实有很高的补充的风险 那我们就去提醒他 然后让他去早期可以做一些改变 早期做一些治疗 AI筛检会出现误判吗 还有哪些AI筛检的临床应用呢 它不用新的仪器 只要是说这个院所它有引入这个AI的软体的话 那你去拍一张X光 你大概就可以用AI去判断说到底补充的风险高不高 那再去决定后续的怎么处理 上市的这些软体他们的准确率非常高 这到90几% 当作一个初步的筛检是OK的 那会不会误判我倒觉得倒是不会 因为你有个初步的筛检之后 我们后面还会再做确定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现在也针对这个系统 我们在做初期的一个警告系统 如果说今天我们的病人来 因为某种原因拍了张X光 如果他跳出来了警告的话 我们就会告诉他原来的肚子医师 这个人可能会有一个肚子疏松的风险 然后如果病家愿意的话 我们会发简讯告诉他说 你有一个肚充的风险蛮高的 我们AI算出来是这样子 那希望你能够回来做正式的诊断 然后看看是不是要再开始做治疗 请问医师在医疗AI的辅助之下 对病人或是医师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你有AI的辅助之后 我们就跟他说是Denuncin 他们大部分都是可以听得进去 那我们就告诉他说 电脑帮你算了 说你的这个骨密度可能比较差 那我们是不是来接着来做一个正式的报告 那我们接着后续做治疗 在治疗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AI去做一个监测或追踪 看他的这个骨密度有没有上来的一个效果 也是蛮不错的 我们在临床上的确是抓到很多 到了X光发现他有骨质疏松 他原本都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人 我们去把他抓出来 然后做一个早期治疗 那也蛮多这个成功的案例 就是因为这样早期治疗 他可以反转他的骨质疏松 所以我觉得也蛮不错 蛮开心的 看完影片记得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